连续五年在基隆海洋广场举办的 天降神子珍爱基隆圣诞系列活动 由基隆市基督教联合关怀协会 和基隆市政府合办 12月7日在海洋广场点灯后正式启动 5 4 3 2 1 点灯 我们跟师傅合作 师傅也很乐意跟我们配搭 我们在这里可以透过 这样一个圣诞节的节庆 宗教会一起在这里 我们联合举办 一起来转化这个城市 那在基隆来讲 如果说以中元祭 那是各中青的大的活动 那圣诞节 那我想是各教会重要的 一个节庆活动 所以我们就发想 跟基督教会共同来举办 高17公尺的LED圣诞树 璀璨闪亮的许愿桥 点亮海港城基隆的夜空 耶稣的诞生 耶稣是好牧人 五饼二鱼等五个主题 围绕在海洋广场 悠闲温暖的氛围 吸引了许多游客 驻足拍照 觉得这边的气氛很好这样子 后面的圣诞树 因为很漂亮 跟前几年来的时候也不太一样 就是感觉每一年都有一些变化 我们想打造一个城市文化的记忆 因为一般想到基隆 他只会想到庙口 还有中原祭 以后如果有人想到基隆 他想到12月份 是可以来基隆的一个地方 他会来享受旧教文化的节旗 各教会也把握节旗氛围 分享福音 广场周围可以看到有人发送圣经 帐篷区还有闯关游戏区 包括耶稣诞生影片欣赏 五色珠 筹取祝福卡等 许多民众带着小朋友打通关 有静态有动态 那在参加的这些来宾 我想我们都会希望他能够 因着这些活动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从7日晚上起到22日 每天海洋广场都可以欣赏 美丽圣诞灯饰及园游会摊位 22日晚上还会举办圣诞晚会 并向市民报佳音 主办单位欢迎大家一起到基隆 亲近耶稣 并且认识他降生 带给世人的好消息 21日午典会 带给世人的好消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